世界真精彩,赶快看一看 大家好,欢迎来到8月10日的开录者快看新闻 由于美国疫情形势严峻 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昨日已经表明 要求所有现役美军在9月中旬之前接种新冠疫苗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昨日发布的备忘录中表示 将要求所有美军人员于9月15日前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并且若有任何疫苗在本月获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全面批准 美军接种疫苗的期限甚至可能提前 奥斯丁并表示,他将寻求总统的批准 通过这一接种疫苗的强制命令 目前,由于高度传染性的Delta变种病毒 美国的感染率正在上升 鉴于当前形势,国防部长奥斯丁认为 美国必须赶快采取行动 为了保卫这个国家,确保部队的健康随时能够待命 对此,拜登总统已经发表声明 称他强烈支持国防部长的这一举措 美国疫情发展的确不容乐观 Delta变种病毒蔓延 全美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已经创了6个月来的新高 本月6日,单日确诊人数为25万4000多例 而同一日,单日病亡人数超过1000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克林斯表示 他担心国家的防疫正面临崩溃 与此同时,美国境内也出现了1000例以上 感染最早在秘鲁出现的Lambda变种病毒 传染病专家正在密切注意 白宫首席防疫顾问佛奇已经在昨天呼吁 因尽早替免疫力低的人施打第三剂加强剂疫苗 以获得充分的保护 加拿大近日发生了多起焚烧教堂的浪潮 多间遇袭的教堂为原住民儿童进行再教育的寄宿学校 警方怀疑是有人为原住民儿童被杀案举行报复 自今年初,加拿大多座教堂相继发现原住民儿童遗骸和无名坟墓 而近期,在各教区的十几座教堂被人纵火破坏 特别是在西部原住民地区出现了对教堂的纵火浪潮 总理杜鲁多已经公开谴责针对教堂的破坏行为 他说这解决不了创伤 他理解民众的愤怒 但是焚烧教堂是错误的情绪宣泄 对和解毫无帮助 应该以实际的行动重建社会 现在加拿大各教区对这一问题积极应对 尽量采取一切措施减少教堂被破坏的风险 另外教会也提出呼吁 希望社会大众将焦点和精力转移到和解上 教会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在和解进程上 教会和原住民大会、地区组织、寄宿学校的幸存者 共同商议了五个方向以解决寄宿学校遗留的问题 这五个方向是 一、成立独立评估,让幸存者讲述他们的经历 二、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收集和记录寄宿学校幸存者的故事 三、提供治疗与辅导服务 四、设立纪念活动 加拿大众教会表示 愿意赴起促进和平的角色 希望能透过以上这些努力方向 能够愈合教会和原住民群体的伤痛 昨日 葛培里步道团与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 完成视频合作签约仪式 葛培里步道团正式授权 开录者可以播放与使用 葛培里步道团的视频成品 为了更进一步推动 在广大华人群体中的福音事工 葛培里步道团与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 在昨日举行了视频合作签约 葛培里步道团中国事工部主任 马洪志牧师夫妇代表步道团 任小敬牧师代表开录者董事会 及开录者副总干事苏简选牧师 共同出席该签约仪式 葛培里步道团授权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 可以在开录者多个不同的中文媒体平台上 播放葛培里步道团广受欢迎的视频节目 例如重回圣地 重新探索圣诞节等优质影片 葛培里步道团中国事工部主任 马洪志牧师很高兴地表示 视频传播是当今时代的需要 如今借着与开录者的合作 在华人福音事工上 又多得了广传福音的有效管道 今天我们见证一个小小的历史时刻 就是我们葛培里步道团 华语部和我们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 能够就一个我们的一些产品 我们的录像的在开录者的媒体上去播放 今天我们见证了这样一个很好的仪式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师徒部影片 大家熟悉的葛培里 以及葛培里 以及我们步道团 这么多年在全球所做的一些步道的施工 以及录像的施工 我们整理出来翻译出来 就是要让更多的海内外的华人 通过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这个平台 无论是油管也好 微信也好等等 能够看到这些影片 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副总干事苏简选牧师也表示 期盼这次的合作 能够更加增强福音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影响力 并期待以后可以有更广泛的合作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 跟葛培里步道团 能够建立在这个视频上面的一种合作关系 在过的日子 葛培里步道团 其实他们长期在媒体上 无论是电视影视的传播上面 他们可以说是先驱 他们做了很多很好的这些的影片 视频等等的 但在华人界并不一定广为大众所知道 因此我们要借着这个合作的机会 把他们所制作的这些内容 能够在我们华人界当中 我们加上中文的字幕或者是配音 能够在华人圈子里面来广泛的传播 我相信这会成为我们华人基督徒 一个宝贵的祝福 葛培里步道团 已经将所授权的视频产品交付开录者 将尽快整理播出 盼望能让各教会与众信徒 在认识信仰与传扬福音上 广泛使用得着造就 这就是今天开录者的快看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请记得点赞 关注和转发哦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